嚴選了四款的筆 和大家一起去驗證一下 實測一下哪一支筆是最好寫的 好好寫啊 哈哈哈 打手 咦? 好像是傷亡 究竟這四支筆裡面 哪一支筆可以考慮最多的筆法呢? 劊行 孫子 朗読 麥理恩 看出來看出來 Ada同學你好 阿當同學你好 嘩 我們終於完成了這個創舉 人家沒試過抄這麼多貨物 如果大家忘記了什麼事 快點按在這邊看我們取下了什麼挑戰 明明是測試原子筆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攔位自己呢? 對 我覺得我想興奮共相 我這一天的手不太能動 所以我建議身為老師 你要懲罰學生的話 想一些有意義的情況 不要叫你抄數OK 對 至少抄的東西是要有意義的 真的學到東西的 現在勸學都學到 勸學都學到 但我想抄十次你都記得 這個籠是什麼 立刻看我們這四支筆 抄寫勸學的時候的表現是怎樣的 大家知道出場的 看看這支G2是怎樣的 G2 好 我想說這個G2 它的生命力是極頑強的 我最初以為因為它寫的時候 的墨是出得很厲害的 很澎湃 我以為它很快就遊戲終了 但是它越戰越勇 它的後勁是超零勵 超極都是不軟的 而且它寫起來我覺得是頗舒服的 因為筆上面這個位置是做得很厚的 變成你寫的時候 就算寫得久也不是太累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地獄 心裡面不斷想 為什麼我抄了這麼多篇 它都是去得這麼少的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抵患之選 我覺得它整體綜合來說 它的表現都很平均 上次上一條影片的留言 有同學說 G2用得很快 對 但這次不知道 因為我抄輸的過程太惹味了 所以我完全不覺得它用得快 好 接著我們來看看 2號佳麗Hi-Tec-C表現是怎樣 Hi-Tec-C對我來說是一個無間地獄 它最後還是剩下這麼多 原因就是它很快就已經斷了默奈 就是不出我們的期望 我有一次抄一下 真心的 我不小心把它掉到地上 真的還是假 然後它就寫不出 即是它就在比較脆弱的位置 沒錯 它寫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觸感都蠻不好 原因就是它的筆尖太柔 所以你寫得下是超級累 而且它不像G2一樣 它這個承托手指的位置 是超級薄 寫字又要很大力 舒適程度我覺得是不OK的 第三支就是MUJI 這支MUJI 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 其實它是唯一一支筆沒有這個膠 中間 變相你會硬到手指 真的相對沒有那麼舒服 我都是寫到一半的上下 我沒有任何愛力 但是它就真的是斷墨 是它自己本人真的斷墨 都沒有辦法 斷墨之前它還爆了一下墨 所以你看到它的筆頭 是有些花花的 有些墨淺了出來 有一下就有很多很多墨 總括而言 我覺得MUJI 都很喜歡寫 因為我寫了三十幾篇才斷 但它還有一大半 最後一支 看看我們上集的 最愛SALASA 好 上集我們的最愛SALASA 這支筆我真的把它用到貼底 完全把它寫完 你看到其實插入過程 它相對比較深色的 就是它剛才好像G2 它的出水量是非常澎湃 字紙也非常分明 同樣地有這塊膠 我覺得這塊膠 對比其他兩塊膠 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是直線的 不是那些包著筆的 包著筆 我覺得有個不好處 是你總是會硬到自己的手指 都是有紋 或者是不舒服 總體而這支筆 是非常Smooth 沒有什麼大問題 對 是時候公佈結果 究竟哪支筆 抄得最多一篇範文 我們先數一下 第一個佳例 我們先數G2 整個疊 你幫我數一下 看到就生氣了 開始 我要數是這樣數 1 2 3 4 5 4 好像銀行數銀子 1 8 4 47 48 49 50 51 52 53 52張完整的 它的佔積非常厲害 這個很強 試試給大家看 我真的用完它的墨 寫不出東西 對 對 Yeah 到下一個選手 下一個選手 是斷了墨的 Hades 好 看看它斷墨之前的表現如何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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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10 9 20 21 它只有20張完整 對 這個很可惜 因為它的樣子還有很多墨 但它寫出來的時候 它已經不太寫到 它要調整某些角度才能寫到 對 可以看到 嘩 你怎麼下跌啊 是否看到 肯定是我人為的 它整個筆頭 但其他筆就沒有這個問題 其他筆不會跌到咬了筆頭 對 很抱歉 20張 3號選手是Bucci 好 數一下這個Muji 1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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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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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然後到最後一個選手 SASA就是我們的外筆 其實也挺厚的 看上去好像也挺厲害 在場也有少數用得完 4 4 37 38 39 40 其實也不差 但它比較順色 如果說4支筆來說 比我們期望低 但這支是 已經寫不到了 完 換言之 如果以持久力來說 4支筆是G2優勝 最厲害 我們連持久力也測試 Ada如果要你選擇一支心水 你會選哪支筆 如果真的要選一支 我想我還是會選SASA SASA 剛才也說 我比較注重的是 寫的時候是否舒服 因為它出脈量很厲害 加上 其實那支膠 我剛才特意提過 是跟其他不同的 對我來說 如果要這種長久的抄寫的話 這支應該會比較舒服 另一件事 雖然它的持久力應該是最低的 但是我這些 那支貪心驗舊的人 出了這麼多款包裝 我應該會很樂意不斷購買 而且價錢也相對上便宜 我覺得這支筆 每一支都有自己優勝的地方 例如 SASA就很流暢 G2就很耐用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例如我這樣 我不介意它是否耐用 我可以買幾支 但體驗來說是最重要的 所以SASA如果是寫得最Smooth 我會比較喜歡它 如果你說哪支表現最平均 那肯定是G2莫屬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講了這麼久 介紹了這四支筆 我們跟它相處了很久 兩個多次 可能三個星期 你相處了這麼久 但它們都是我們 綜合了同事意見而來 挑選了的四位選手 就我們兩個而言 湯同學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的文具 我自己有一支筆挺喜歡的 它是台灣出產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見過 它是一個小日子的原子筆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呢 就是因為它很作狀 好像一些文青 它上面印上了一些文青的金具 例如這裡寫 生活太複雜 專注體會一件事 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幸福學 我以前上課 我習慣最後一課 我會送一人一支這個牌子的筆 給學生 它其實是一個台灣都很著名的筆廠 叫做SKB去製造的 所以它不只是虛有其表 它實用性也是一流 SKB以我沒有記錯的話 去光纜大百貨的一種店 其實它便宜起來 可以是百元台幣一支原子筆 我自己也覺得那個是超級好用 百元台幣即是兩元港幣 比我們剛才所有選手都便宜 主要是耐用 那Nada 你呢 如果在這四支筆以外 叫你推薦一支筆 你還有什麼心水呢 那我和你兩個 仲作都是不相伯仲的 你的外表贏了 我的外表是贏的 不是你的外表 是你的外表 這支筆的外表 真的贏了 這支筆就是KIKI K 一個來自北歐的文具品牌 KIKI K 因為我以前曾經在那裏 分過兼職 以前買東西有折 那這支筆呢 它有什麼特別呢 它呢 是原子筆來的 原子筆 原子筆得來 它的蓋子是這樣流開 很高級 送位置用兩佳儀 但我遲了馬上沒有幫他買廣告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它的筆身很聚手的 很重的 還有一些簽署重要的公文 那些人的鋼筆 特意買來 都是聚手 你一定很多東西要簽 那這支筆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它的筆心 要特意再提一提 就是它其實是德國製造 大家都知道 德國這個文具 大國 歐洲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支 都是我買過來說 算是挺喜歡的一支筆 希望這個實測可以幫到大家 找一支考試最好寫的筆 如果你還有什麼 其他文具也好 其他東西想我們試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對呀 我們抄得這麼辛苦 手快來斷了 所以你們記得要 like我們的影片 share我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